不行 哭不行的 開啟 不行 我每次看到這一攤水 我真的很害怕 我以前吃了什麼 奈何我在這個文化複雜的家庭裡面 只有我一個人想吃火鍋 連豬紅也有 我在韓國是沒吃過豬紅 我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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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hi to grandma Kiss grandma 給個婆婆啊 Oh grandpa Say hello to grandpa You kiss grandpa Can you say bird? No 皮卡布 為什麼你保持著這麼暗呢 Do you want to open? 不行 喊不行的 Open Hello Alice 今天是一個風和日麗的星期六 所以今天我出現在自己家 我終於不是在辦公室工作 最近我看留言或者跟朋友聊天 其實不少人跟我說 Alice你是不是又瘦了 以至我身邊的朋友看到我的真人 也有問我 其實我自己很久沒有說要減肥 所以我有個目標榜數很想達到 再加上我家的電子寶 根本就壞了半年 所以我大概有半年多 是完全沒有磅 在磅數上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瘦了 但是呢 因為我自己要剪片 瘋狂看自己的樣子 我覺得剪片或者我平時做事要拍照 那些圖片或者那些照片 看上去真的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容易做 所以又節省一些撿相 或者剪走自己的肥肥很難分片段的時間 大概上年夏天 我就有拍過一條片跟大家分享 我是在斷食 那時候是在做106段食的 一天24個小時內 18個小時不吃東西 就把食物集中在剩下6個小時裡吃 間中也收到有些朋友問我 還有沒有繼續斷食 或者你覺得106段食這件事 其實是否可以堅持下去呢 事隔一年我還是有堅持斷食當中 一個星期我想大概有3至4天 我是有做106段食 當然有些特別情況 例如去旅行 在日本那幾天 難道我斷食嗎 所以現在斷食這件事 好像慢慢融入了我的生活 當有些日子 可能很忙 完全沒心機想要吃些什麼 或者前一天吃了些很heavy的東西 我就會自動自覺去做一個斷食 我想拆一拆題跟大家說 這件是不關事的 大家有沒有洗蔬菜水果的習慣 這就是蔬菜水果的清潔powder 它大部分蔬果都可以洗 主要是洗掉一些可能農藥 表面的細菌 洗完之後不單止吃下肚子會乾淨 其實它的保存時間都會比只用水洗 久一點 像我比你屬於薄皮一點的水果 所以用它浸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大概熬兩三下 一二 浸過它們的高度 然後放兩三分鐘 等的時候先說一段食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不是說胃口很大 每天都想吃三個巨毛把餐 但是我的胃口和食量 是極度不穩定 和進食的時間都不是太規律 有時候會想吃很多很多邪惡的東西 但是有些日子 是腸子很頂著 是完全不想吃東西 其實都令到之前我的腸胃變得比較敏感 尤其是吃得比較多和 heavy的隔日 就很容易會腸胃不食 所以會有便便的問題 所以毒素局 在你的身體裡面 就一定會 大家平時有沒有看老哥 我自己很喜歡看老哥的 那前陣子老哥有一條說斷食的片 那條片其實就說到 人類其實不是進化出來 就要吃三叉 其實很大原因是因為 我們物資變得富庶 食物變得更加容易access 所以才令到食物的消耗變得更加多 純粹為了消耗而消耗 但其實人一夜吃三餐 甚至你吃宵夜又吃了蝦午茶 其實對本身的消化系統 就是腸胃是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但是消化系統本身的衰老是不明顯的 去到你真的覺得很油膩 就頂不住了 就要吐出來 其實你的消化系統就已經衰老了 所以斷食這件事 不單止可以幫助減脂 身材管理 或者令到腸胃可以休息 更加重要的是 斷食可以重啟一個自小的機制 已經老化 有問題 需要被淘汰的細胞 就會被身體系統自己吃掉 所以我覺得斷食這件事 尤其是對我這些 我真的沒有什麼時間去做運動 也不算是極度active的lifestyle 真的挺幫到我本身的長度健康 看不看得到嗎 這些就是用水也未必洗出來的 那些表面的污染物 雜質 看到一放進去整盆水已經變了顏色 每次看到這一攤水我真的很害怕 令我想起以前太多 隨便一攤就吃車來的回憶 我以前究竟吃了什麼 看不看得到上面有一層油浮 在那裡 那如果我斷食的日子 我就會大概12點開始吃東西 去到5-6點就停止進食 去到翌日的12點 所以在11點 其實我就會開始想要吃什麼 或者準備要吃什麼 暖食日的第一餐 其實也很豐富 這個如果我在什麼酒店buffet 看到我一定不敬多來吃 看到這個New Jeans的漢堡包出來了 待會好不好去試一下 其實長度是我們人體最大的免疫系統 而當中有70%的免疫細胞 所以要有健康的身體 就一定要有健康的長度 去到現在做了別人媽媽之後 想起來可能真的老人一點 就真的覺得 與其將錢買衣服 倒不如將夠錢來投資自己的健康 所以如果大家有持續看我的影片 就知道我是保持有吃益生菌的 如果我本身的性格可不可以叫做懶呢 就是一旦我遇到一個 覺得很適合自己 和效果很好的產品 其實我就很少轉來轉去 那至於益生菌 我都是一直在吃 由日本百年大藥廠 心下人單出的這個Betina SI 它是日本連續26年的 銷量No.1益生菌牌子 這一款益生菌是完全沒有任何的 還有收藥成分也絕無副作用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其實我們長度裡面 99.9%的益生菌 都是比非得士菌 所以要維持我們的身體和長度健康 補充比非得士菌就非常之重要 那Betina SI的配方 其實是以比非得士菌為主 所以它可以特別針對 平衡我們的免疫系統 抗感染 和調理一些過敏體質 裡面還有含有珍貴的乳鐵蛋白 它就是一個核心的免疫蛋白 是對提升我們身體 整體的免疫力 和調理一些過敏體質 例如有些朋友很容易會被敏感 可能轉季的時候 或者環境一轉變 就會狂打牌 七孔流鼻水 或者是皮膚很容易敏感 我之前就是這樣 尤其是在韓國頭一兩年 一轉季濕度一大轉 我皮膚就會馬上紅 還有我也聽過很多 本身有心生菌的朋友 他們都是有吃醫生菌做一個內部的條理 而剛剛提到很珍貴很厲害的乳鐵蛋白 其實是正正針對和可以改善 剛剛說的一些過敏情況 但是細事就是這樣 還有天生紅眼多薄命 而一些很漂亮很珍貴的成分 好像比比德士菌 剛剛說到乳鐵蛋白 其實吃到體內 都很容易被我們本身的胃酸殺死 然後就沒有了公客 而BFINTSI 其實裡面是有專利的三層內酸性徵求技術 可以確保最少 最少90%裡面是比比德士菌 和乳鐵蛋白 可以通過我們胃酸的試煉 不讓它們殺死 而直達我們的腸道 給人體吸收 我自己通常就會一天吃兩包 吃的方法都很簡單 打開包裝 直接打開我的口 不要走到啞巴裡面的黃色徵求 只要化粥吞了它 然後喝一口水 就完成了一次健身檢的補充 我記得我剛剛開始吃它的時候 就不是說我腸道很健康 你一定是臨急抱佛腳 你身體出現了一些問題 當時我記得我自己取片取得很厲害 就是叫做拼搏工作期 在影片製作拍攝剪接 也沒有任何人幫我手 從零到一百都是自己做 沒有時間煮的時候 經常吃外賣 外賣本身都是比較垃圾 也睡得很少 睡得很遲 所以當時真的每月一小病 每月一敏感 是經常要去看皮膚科醫生 去打針 拿一些藥膏仔塗類固訊 然後就是去廁所的問題 要是幾天不去 要是要是要去好幾次 那整個腸道很敏感 感覺到很不行 就開始刺激生菌 我自己一開始就一天吃兩條 吃了差不多一個星期 排便是穩定了很多 首先是規律了 沒有說要是便秘 要是肚子吃 然後套出來那個藝術品的形態 都是比以前是合理很多 去到連續吃它 第二三星期 少了很多那些什麼肚脹脹 胃氣 一直持續吃到現在 我的長度就真的穩定的冠軍 全家連醫都知道 每天早上10時 我一定有大事在做的 我是一個很小病的人 那至於皮膚的穩定度 其實現在都真的好很多 其實這些身體本身的收穫能力 就真的不是靠塗出來的 是要由內部開始調理 而且都真的要調整一調整 你本身的作飾和飲食習慣 現在去到三節頭 有時晚上都會在想 不是吧 我這副辦法要多用40年 這40年入面 我應該有大部分的時間 都很需要精力 無論是工作 和家人相處 旅行 我不想那麼快就玩殘自己 現在的Elise媽媽 是一個超早睡早起的人 剛剛都說到我有斷食的習慣 今年其實我自己很著重調整的 就是一額的工作量 第二就是我放入口的 我希望吃的 是新鮮有營養的 第三就是營養品 現在入手Bivina SI強免疫配方 還有一個限時優惠 在3月3日至16日在萬寧 或者3kb網店入手Bivina SI強免疫配方 就會有優惠價280元一盒 買4盒還會免費送多一盒 所以計算一盒就是224元 都可以吃很多個月的了 好了現在我就要準備出門口了 正式的日子只有6個小時 所以什麼時候吃東西 吃什麼都要輕輕計劃一計劃 今天是weekend 都算是我放假的日子 我就想吃一些我自己想吃了很久的東西 而且是pin heavy 而且是飲食的 就是家附近其實新開了一間 叫做澳門火鍋的地方 通常在韓國一些中式的火鍋 都是什麼四川呀 重慶呀 很多麻辣呀 而我前陣子看到有一間澳門火鍋 好像貌似來香港最近的地理位置上 還有飲食習慣上 所以就想試一下這間店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少少香港味 其實我是真的很喜歡打火鍋 但奈何我在這個文化複雜的家庭裏 只有我一個人想打火鍋 一個人打不是不行 但是要準備很多材料 所以今天就不自己做了 去餐廳吃 看一款bino都蠻特別的 它是有韓牛可以吃 而韓牛任食 再加其他材料 是39800W 港幣200宗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韓牛的質素 我們去試一試 我看到它了 本身它是睡覺的 但是它不肯睡 不知道是不是聽到我們要出來 為什麼你看我這樣 今天天氣超級好 說的是六七度 但六七度的韓國和香港是不同的 乾凍和濕凍是超級不同 所以我今天就穿一件衛衣都OK 這裡到了澳門 有老婆 不想吃嗎 不想吃嗎 我看看 我看過就是 你不要這樣 有的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這樣 可以 confidence 我這樣就要了 你來找一次 是嗎 那先走 這個要來拐 funeral 夏業 我在韓國沒見過 超級的 這裡連珠紅也有 我在韓國吃中國吃火鍋這些就不想 其實跟小朋友都可以吃火鍋 尤其是現在我母親開始吃我們同樣東西 她基本上是不喝奶粉的 她有時晚上起床 她反而去冰箱 指著冰箱還是零食櫃 很想吃一些固體的東西 剛剛都準備了一些滾水 就可以用滾水再清一清 剪小一點給我母親吃 我在韓國是沒有吃過珠紅的 試試番茄湯那邊的韓牛 哇 好好吃 湯底聞起來沒有番茄味 但吃起來是真的有番茄味 很濃的 她不是說是香港標準的那種好吃的珠紅 味道還是差一點 但那種是口感 在韓國吃到其實都挺感動 crown茄味道 雖然現在大部份時間我都在餵母母 其實母母差不多餓了 她都舌了很多麵和那個韓牛的薄薄 她是喜歡吃的 但真的一定要過水給她 我们只是那些清水都过了三四次 里面煮了一阵 肉已经挺有味 巴西说麻辣是超好吃 巴西从来都不喜欢吃麻辣的 嗯 它的豆汤也很好吃 我跟海底撈鼻子 我觉得这一家好吃的海底 一定是有放花椒八角 有点点滥水味 巴西带孟孟出去走一走 我就先吃麻辣 带小朋友出来一定是先瞒足了小朋友 然后再跟老公分工合作 真的是队友 这个是小乌鸣那些 我要带他们来吃 这里的肉呢 汗牛 是真的不像普通牛肉 我们两种都要叫来汗牛味 但油脂味是香的 真是有差 看看阿波巴西和阿萌萌在哪里 我们有点赞 Oh my god Himm you like it Mami 我想把它买一包 你会有一个 她会希望我们看 你喜欢这个 你喜欢这个 这一包的大 你喜欢这个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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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 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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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時間就來到現在5點20左右 趁我6點完成 段食 我就上去出去 趕快買一個 我最近都蠻想試的 New Jeans Burger 今天weekend 很多人拍了在麥當勞外面 快速買完回家 我們打算外賣 韓國的天氣終於暖了很多 McCrispie 是不是就是這個包呢 新的New Jeans Burger 是有兩款的 兩個都是McCrispie 但一個是辣一點 我兩款都買完了 但我現在不算好餓 我覺得我待會吃不完 很多外國人在這一家 我心裡是寧願他們在喊同樣東西 因為你太愛New Jeans 對 我太愛 音樂非常好 因為每天你一直在聽 對 這兩個就是新的New Jeans Burger 新的包裝也是普通包裝 是沒有New Jeans的字眼 或者New Jeans的 什麼都沒有 就是一個清清非常脆的炸雞 然後有bacon 還有羊羹醬 這個就是這樣的 好像這個是辣的 另一個是不辣的 好喜歡吃薯條 再吃晚餐就要去睡了 有些bacon 有些菜 這塊雞應該是精滑 好鹹 可能是bacon太鹹了 我試一下不吃過bacon 因為我本身的口味不是說很重很重的 好鹹啊 這個雞呢 其實感覺到它想做得比較乾身 但是可能今天order人比較多 或者他們都知道剛剛推出這個套餐 需求量大一點 所以可能會整定 想炸得脆一點 但是又放得久了的話 就會有一點點硬眼的乾乾的 就這樣看 給你 先試試看 然後呢 裡面是有蕃茄 也有生菜 也有醬 很像是脆辣雞 它爆 是不是很鹹啊 很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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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一點薯條 一定要點個新的 所以我之前跟bacon說 你不如試一下 在這組合店好吃 然後bacon覺得厲害一點 怎麼可以把鹹的東西和甜的東西一起吃 但這件事我在IG分享了之後 是全部人接近九成九都說是非常好吃的組合 好 今次這一條update我斷食的情況 在我斷食的日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吃了什麼和怎樣吃的影片 就來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打開 我殺了 回到一個約會 好的 還有我 打開 我們下 basin 打開 我們下場 到這邊 打開 按個壁 記得嗎 也可以